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4日 破案了 终于破案了 排湾代表唐凤王 之所以在民主峰会上惹陆了美国 让美爹老修财路 直接把他的直播画面给屏蔽了 断网了 掐断了 原因终于找到了 跟所有的博主网友猜测的完全不一样 一句话我们都被耍了 事情的原因另有原因 问题它真的是出在那张一边一国图 当然不是因为唐凤搞这个台独惹陆了美国 让美国觉得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擅自使用一边一国图 中国大陆标注的是红色 代表封闭 台湾标注的是绿色 不一样 一边一国 美国要约束你 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因为唐凤 事先没有跟美国 美方沟通 不按彩排来 擅自的使用 这张图美国觉得你越泄了 你没有按照合同来 计划来 你不可信 不是这样的 而是 你把这张图放大 我去找了这张图的出处 他内容真的有问题 而且太大了 唐凤竟然敢公然的讽刺美国不够民主自由开放 这还得了 唐凤 唐公公 你的胆子够大的 谁给你胆子 肯定不是蔡英文了 蔡英文对美国毕恭毕敬 恨不得跪下来跪铁 所以到底是谁呢 是不是中共呢 台湾可能又要诬陷了 这个唐凤啊 他使用的图 我去查了一下 是南非非政府人权组织 CIVICUS制造的 那么 你把这个全图找到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是以不同的颜色分级 标示全球各地 对人权 言论自由 民主开放的 开放程度 那么亚洲地区呢 只有台湾被标示为 绿色的开放 完全开放 那么中国大陆呢 肯定是魔窟国嘛 跟朝鲜 什么越南 老挝一样 一个档次嘛 台湾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嘛 但是你不要忘了 美国是什么颜色呢 美国竟然是浅黄色 根据 它左下角的解释 红色代表 完全 封闭 closed 那么 深黄色代表 repressed 就是压迫 那么浅黄色代表什么呢 浅黄色英语读音叫 obstract 我不知道我读音怎么样 好久没念英文了 就是阻碍 受限 审查的意思 共鸣思义就是唐峰 讽刺美国 你也不够自由民主人权 难怪白宫会这么愤怒 紧急叫停 最后唐峰只剩下声音 而且字幕上还标了 任何个人表达意见 仅代表个人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看法 就说我拜登 我把你请到 请来参加这个民主峰会 结果你来讽刺我 我美国 我这个唱戏台子都搭好了 给你搭好了 建好了 你照着这个彩排内容 演个过场就行了 结果你要给自己加戏 你还讽刺我 所以民进党这一次脸真的是丢大了 在举办之前 我们都知道 这个民进党 锣鼓欢天 这个渲染了好一阵子 说我有面子 全亚洲只有我 这个台湾被邀请了 我真的有面子 美台有一万岁 坚如磐石 结果呢 你搞这一出戏 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沟通 沟通不沟通的问题 有一些博主说 西方人办事一板一眼 一定要按照合同来 规则来 你没有事先跟美国人沟通 美国人认为 你不才实 你擅自使用了这张图 我要追究你责任 对吧 所以他才 这个让这个台湾啊 很羞辱啊 很受辱啊 不是这样的 而是恰恰表明了 就如台欧 这个唐峰 所要表达的一样 美国不民主 不自由 不开放嘛 不自信嘛 台 台湾的这个代表 唐峰 参加民主峰会 一个三分钟的孙明 还要预先排列 预录 那显然美国就是要检查 台湾你要讲什么 怕台湾乱说话嘛 一个字一个字都要审查嘛 啊 举办的这个民主峰会 唐峰 就一个图都不被接受 这根本就是不民主的嘛 就是一个骗局嘛 更可笑的是 民进党现在还在骗 骗台湾人 你知道民进党是怎么回应这个事的吗 民进党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了 美方已经说明的是技术问题 台美已经就该技术性问题 充分的沟通 双方关系稳固友好 美方肯定了唐峰的专业能力 以及推动透明与开放政府的重要贡献 印证了唐峰在民主上 民主峰会 所传达的核心信息就是 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合作 透过数位科技 共同反制假讯息 对民主的危害 威权 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危害 还暂时感谢美国 这就是民进党的这个一贯嘴脸 唾灭自干 美国再怎么羞辱台湾 再怎么欺负台湾 台湾人都觉得美爹对我好 太好了 我恨不得唾灭自干 所以民进党这个政府真的不仅仅是台湾人的耻辱 我觉得也是整个华人界的耻辱 整天说话 不打草稿 谎话连篇 而且谎话 说了谎话不脸红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诈骗党 我觉得唐峰说到这个 美国的不民主 不自由 不开放 我觉得讽刺的非常在理 入目三分 川建国宝宝最有发言权了 阿桑奇最有发言权了 你看那个川建国宝宝 是谁把他的推特脸书账号给封紧了 不是中国吧 不是俄罗斯这样的蘑菇国吧 是美国自己的高科技公司给他封紧了 封了他账号啊 就因为他不满这个选举结果 人家完全有道理吧 我川建国我在美国的人气这么高 我怎么可能输给你一个老头呢 你连说话都没有我能说 所以川建国他完全有理由质疑啊 结果你就把他多个的社交账号给封紧了 你要知道川建国他账号有多少吗 几千万人啊 你直接切断了他与支持者的联系啊 而且不仅仅是川建国 八千八百七十万粉丝一秒钟被清空 川建国的那些啊 亲戚朋友 什么 呃 他的律师朱利安尼 啊 还有这个 其他的保守党的账号 也一并被封杀了 美国不是口口声说 制度要自信吗 你结果你怎么这么不自信呢 你连自己 国内的一些政客啊 这个声音都要封杀 你要知道川建国背后多少人啊 几千万的伟大的美国爱国主义者 这些人把票投给川建国就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啊 MACA 他们 是拥有巨大声量的 他们不被尊重啊 啊 他们不能以任何形式方式啊 阐述自己的观点啊 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啊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言论自由 自由民主人权 所以 拜登举办的这个民主峰会啊 完全就是自打脸 而且民主峰会当天啊 英国竟然把阿桑奇给引渡到美国了 人家阿桑奇说的很有道理啊 他激入了美国在伊拉克 阿富汗的一些罪行啊 一些丑事啊 不管是列球还是腐败啊 啊 结果呢 这个不同政界者就要受到美英的 Anglou Saccion的这个迫害 完全不人道嘛 所以 我觉得很多华人啊 都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美国的嘴脸了 经过 我觉得经过2000年以后 美国的很多暴行啊 包括 特别是川建国上台以后 那些丑事啊 都已经让美国底库都已经被扒了 不是中俄扒的 是你自己扒的 是你自己被自己小弟台湾倒给扒的 你能怪谁呢 你谁都不能怪啊 今天唐峰在这个民主峰会上讽刺你 完全有道理啊 你为什么要发露呢 你不自信了嘛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没有必要在乎啊 这个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这个民主峰会 中国就不民主了啊 参加峰会的国家就民主了 不是这么回事的 美国永远都是按照利益的 你符合他利益 你就被邀请了 好吧 那么在这个视频最后啊 咱们再强调一句话 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你不能丢掉了 中国为什么2000年以后突然涌出了很多的 不光是2000年以后了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批的那些工资 怎么会突然涌现出来呢 89年为什么会有学运呢 因为你放松了意识形态领域嘛 你这个政绩被人家占领了嘛 你不要忘了美国他亡你之心啊 他永远都不死的 当年他来你投资只是希望啊 你的这个劳动力便宜 我在这里赚大钱 你的市场大 但是他一旦发现你对他产生的威胁了 不利啊 不利于美国利益了 他就会用尽一切办法 把你搞垮 这个路还藏着呢 中美国一藏着呢 好吧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聊这 感谢大家收看啊 谢谢大家